字幕前列 提幕是說這邊都平行 這個是做那個 ED 跟 F5G 有平行 平行完之後這邊 25 度那旁邊這邊呢 你說你不會 沒關係你看這裡喔 75 度這邊呢 7-25 答案是 50 這50 跟他什麼關係 同呈那一小 互補 像現在是 180 180-50 這邊呢 130 如果是130 再來還插這個角 因為大家求這個加這個嘛 這邊是75呢 這邊呢 一樣看這邊 什麼關係 同側內角 護布 對 所以這邊75呢這邊呢 180-75 105度 105在130 答案就235度 所以答案選的是B 選C然後235度 可以啊 這裡對過來可以啊 你求這裡對過來啊 是不是 當然可以啊OK啊 沒問題啊 好第三號說呢 下面四個圖形裡面呢 只有一個為平行四邊形 根據圖中所給的邊長長度跟角度 判斷哪一個是平行四邊形 要符合平行四邊形一定要怎麼樣 很多條件但是要符合其中一個嘛 你看一下A好了 A符合嗎 不符合 A符合就選A啦 那幹嘛選B咧 因為都符合啊 他就說比你四邊形 對啊 那A符合嗎 A不符合 A如何不符合 因為他那個角沒有互補嗎 沒有互補嗎 你確定89加球也沒180嗎 A是這個問題嗎 不要隨便回答我 會讓我傷心喔 告訴你為什麼A不是啊 看這裡喔 我問你喔 這裡有沒有互補 有互補啊 有互補所以哪邊是平行的 是左右平行嗎 不是上下啊 那你上下是平行 跟左邊相等有關係嗎 沒有啊 因為他有可能是等到梯行耶 上下平行左右沒有梯行啊 等到梯行就變這樣子不是嗎 所以這個未必是喔 所以A就不是了齁 好這按B好了 B是嗎 是啊 好B為什麼是 每個人角度90度後來推出來的 一開始還不知道 我來看為什麼大家跑到B這邊了 第一個齁來 90度當然很關鍵啦 就是這90度90啊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上下會 平行 上下會平行 平行之後呢 然後你說這邊90度90度啊 代表是不是兩條線的距離 兩條線的距離多少 距離是5啊 這邊寫5 5有沒有一樣長 那一定是90度90啊 因為 平行線的距離都相等啊 你這邊寫5 這邊也寫5 代表說這邊一定垂直啊 所以什麼行的 平行是邊形 答案選B 我剛才說要在那邊回答就覺得嗎 題目的描述都寫在圖上的 都不講的了 ah45 ag46 哪一個正確呢 哪一個要說 腳1等於腳2符合嗎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 那個平行四邊行嘛 平行四邊行刃頭 腳B等於腳2啊 腳1 應該這樣說來 呃 這個是什麼腳 對腳會像 等這邊都圈好了 有了 這邊幾度 90 這邊幾度 90 我們這樣想 這邊圈 不是這邊圈 這邊90 我們把這邊設差好了 所以圈差90 三加是180 所以也是圈 90這邊一定是差 所以腳1等於腳2 好 腳珠加腳2 都等於90度 可是我發現啊 腳B有沒有等於腳珠 腳B等於腳珠 等量減法刪掉 有沒有 腳1等於腳2得證啊 所以你會知道說 他的 他的腳1等於腳2沒有問題 答案選擇是A 我們講距離怎麼講 劃垂線嗎 劃垂線 對對對 所以怎麼垂啊 沒有中垂啦 你要垂的話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劃垂線嗎 不然說你這邊延長之後呢 這裡劃垂線也可以啊 就是M到A珠的距離 所以題目說那個 我把題目講解了 BC長12所以這裡是12 全部12嘛 然後又說M是終點 那終點就一半啊6跟6 好再來M到A珠距離是8 你再來這邊劃垂線變8可以啊 不過我劃出來這邊寫個8 因為我覺得圖很亂 分別以BC的原型 BM長為半徑化乎 交ABC注意EF2點 然後問你說 圖中灰色區域面積 我們想法大概這樣子啊 先求整個 平行四邊形面積 扣掉這兩個不要 對不對 這面積會求吧 底邊的邊長成為高 所以12乘8 12乘8 等於96 是什麼東西呢 是平行四邊形 ABCD面積對不對 那扣掉這兩個不要 那想喔 這兩個是什麼東西啊 扇線 是扇形 而且它的半徑有沒有一樣 一樣 半徑都是 6 而且告訴你喔 對很好勒為什麼半圓 因為 這個角 跟這個角 是 同身那角互補 加起來剛好180 半圓 所以只要扣掉這個 半圓的圓面積啊 半圓面積怎麼求 圓面積 半半拍 六層六層拍 不要剩你一次啊 六層六層拍 是一個圓喔 我只有半圓 乘二分之一 除了嘛 所以變幾拍 18拍 那你要求回生面積 用這個 扣掉這個 所以答案選96 減掉18拍 對答案選b 這樣OK嗎 如圖ABC中 再好選ABC中 角A60度 角B58度 加一兩人想在 ABC外部取一點珠 使得 超小型的ABC跟 珠CB 會全等 雖然BC邊是共用的喔 但是要給珠CB跟 ABC要全等喔 那 假作法怎麼做呢 他說做 角A的角平分線L 有沒有在想來 如果你是 A做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下來的話 叫L L對不對 他說L 以B當原心 他再把字當原心喔 然後多長為半徑呢 以BC長為半徑 BC為半徑 畫弧 交L為D 糟糕了 我畫不上線 以這邊當一個畫弧喔 畫弧下來到這邊喔 剛好擋到 這邊是D好了 這個是D喔 看到嗎 這也是D喔 然後呢他說 D即為所求 所以變成說你這邊連起來之後呢 變這樣子喔 上面是ABC啦 下面是BCD會全等 你覺得有理由嗎 沒有 你這個只有做出來這一邊等於這一邊嘛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的 還有 58 這小平分線嘛對不對 可是沒有意義在要講 哪單哪有在說跟我講 這邊58嗎 那這有平行嗎 沒有啊 沒有都那個稱名啊 所以沒辦法說明他 BC株跟AB株 ABC選等喔 困難蠻高的 不行 然後這做出來的話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個長數是一樣的 他可能是零行啊 我另外畫一個 而且他還有一個點的話 如果他是等腰三角形 還幫過去 可是到底知道是等腰三角形 對啊如果這個是正三角形 這樣的話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正三角形可以 但他58度就不行了 知道嗎 另外一個是怎麼用 另外一個是怎麼用 60度58度 來看那個第二個好了 第二個做法 以的做法 他說過B點做平行AC的直線L 不一樣的喔 過B點對AC做平行 平行線到L 然後呢他說 再過C點 過這個點 對AB做平行 平行 平行的直線M 對AB做平行 直線是M 所以這個是L這個是M 一條線一條線 好 再來 那他說這兩條直線交於珠 這珠點極為所求 你認為這樣機率大不大 他們兩個圈的機率 好 這邊是58對不對 那這邊呢 58跟58 是那一座角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做平行不是嗎 這邊又平行 平行是邊行啊 對邊會 對腳箱的嘛 這邊60 那這樣條件夠不夠 夠了 夠了嗎 夠了吧 他怎麼樣 AAS 對不對 這也是658 共用邊 658共用邊 AAS全等 所以可以了喔 答案選的是 假錯誤以正確 答案選珠 這樣問題 好嗎